你 你果然找到我了 你 如果没有遇到我 你的人生 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吧 肯定是这样的 现在你知道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担心钱 没有回头路可以去 自从遇到了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 刘洛 青芳 我饿了 你现在很容易饿 人这一生 不就是图个一日三餐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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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为了成全他们的牧驴器 我知道 也就是为了走清白的自己 这也是你希望的 还有啊 我这么着急赶回来 是为了在你变成老头子之前 对你说一句话 我也爱你 你果然什么都知道 我还知道 你来世上这两遭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愿望 做一个普通的人 过最平凡的一生 你忘了吗 我今天有白银的力量 你想做什么 一日三餐 明年四季 是你一直想要的生活 只不过可惜 我能陪你解离这一切 清风 我能陪你解离这一切 清风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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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熄 快 警方 严夫人 陪我最后再看一次之处吧 上次和司灯来的时候 我们俩就没看到 胡说啥呢 什么叫最后一次 我这一辈子 一直在照顾活着的年轻 认识司灯之后 我觉得我找到了 再后来 我知道自己身世之后 我忽然就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像一个三天大树一样 永远不一不一 无论事事如何变迁 只要司灯愿意找我 他就可以找到 清风 你还没看见日出呢 我心里有其他人 可以认为这个魅力 怎样 可以吃不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